各位同志 各位同心 眾將官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這三天很不簡單 我有親眼看到大家非常認真 早晨到早晨都很多人在這裡看看 到12點要去看看 早晨到6點我起來的時候 也已經開始電話拍拖 有很多人在這裡看看 今天也是一樣 所以長的教授親嘴跟我講 他說他沒想到說 現在這台的人 比他們的學生還比較打拼 因為他在台大在教授 在台大在教授 但是他看到我們大家 在台大在教授的人 這麼認真 都在這台北基 我跟他說 我說台灣 馬上 你就會看到 以前你絕對想不到的事情要發生了 你所看的這台人 就是後來 要建設台灣 要讓我們台灣人的後台 生活更好 的一段人 等一下 三點的時候 你不用金長 啦 盡量扣就好 因為你們都有做北基 所以基本上你們都有五十分了 所以我絕對相信 這級的所有的學員 都可以如期畢業 如期拿到畢業證書 在這個科學要開始的時候 我要先說兩個故事給你聽 讓你輕鬆一下 因為有人聽到科學就啪啪 你不用啪啪啪 這不是滾手的科學 這是很簡單 要向你教你 怎麼做議員 怎麼來心扎醫生 如果要心扎 後來看人家走 你就走就對了 這樣是不對的 這不你自己要知道 你在心的醫生 你要跟他們通過 到你心什麼通通 不通 就像吃麵糊 人家請你吃飯 你就給他董 不能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做議員的時候 我們的民進府要規定 不准接受任何請客 和吃滷肚子就不行 這樣好不好 好 如果沒辦法會肚子痛 我先說 剛才我們有證盤 那個肚子痛 真的會肚子痛 我沒有來騙 因為你的薪水都有啊 我們大家都有家 有薪水有家 生活非常美滿 那邊你就要照自己本身人性的價格的標準來成我 所以剛才我們社會的酒長和藝長和我跟我說 下半個禮拜剛剛有兩種 會兒的充足 當身的親家還是肚子貴心 我跟他說 你要上晚年可以 千萬你不能包白包 生老病時這是政府的事情 政府要幫你負責 不可以說你還給他包多少錢 讓他去這種叫做負債文化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要來遵守 結婚 你說台灣民進府規定不能包錢給你 要紀念品沒關係 所有的事情 我們現在開始就要來實行 所以我要先說兩個故事 讓我們大家聽聽 這個故事 有一個朋友 台灣人 因為我早就說要交換學生 他就接待來自美國 十三歲的小孩 這個小孩 他大約要接待的時候 飛機到他去紀念他接 把小孩帶回去引導 他看到那個小孩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已經很久了 那裡好像有 很多國家 去過的那些小孩 他問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用到這麼長 如果現在是婚 那些小孩 這不是妳的 13歲的小孩向他 會跟他說 這本是我的 你說 你有去過很多國家嗎 13歲的小孩跟他說 有 我爸爸為我十歲的時候 還在討厭的時候 就讓他和世界國家交換學生去國地去旅遊 每次去都住了一個月 所以台灣的老闆聽到這樣說就沒說過了 然後他又問這個孩子說 你要來台灣哪有機會 他說我有機會 我要去四個地方 我要去華連 我要去台南 要去高雄 要去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要去台北 他就覺得很奇怪 十三歲的孩子 為什麼會跟他說這樣什麼理由 他說你要去四個城市 主要的理由是要做什麼 他跟他說 我要來以前 我有去研究台灣的歷史、地理 這四個城市代表了 這就是台灣的歷史和台灣的現代 和台灣最美的地方 這個做家長的 台灣的家長的感受非常深 所以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他跟那些小孩說 我今天去研究 我帶你出來吃飯 帶他去路邊攤 夜市 跟他介紹 這吃好吃 這吃好吃 他怕到一個鍋 那個鍋叫做魚翅鏡 魚翅羹 他就跟五十一碗 給那個小孩 跟那個小孩說 這很好吃 你如果問說 這是什麼東西 他就說 這裡面 雖然魚翅只有幾隻而已 但是這個魚翅 在我們台灣 是非常可貴 而且非常名貴 這個小孩說 我不會吃 因為這很好吃 你如果不吃 那味道很好 他跟小孩說 我去過世界很多國家 我有看很多國家 都在推動 保護動物 魚翅 鯊魚是保護動物之一 他說他不能吃 這個台灣的家長說 怎麼吃這幾隻魚翅哪有要緊 他堅決不吃 老伯娘 那我魚翅間不吃 來理會 這就是要跟我們大家說 一個事情 對的事情 就是對 就一定要做 這樣好不好 好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我常說的故事是 好丫人的孩子 在美國和在台灣 那孩子說的 跟老婆說的 但是老婆處理的方式 兩個國家處理的方式 不一樣 還有一個同樣的故事 這都真的發生的事情 交換學生的時候 台灣 有一個小孩 因為這個老婆 和美國的一個女兒 叫做 瑪莉 瑪莉 她說 我的小孩 是不是送她去那裡 一個月 讓她去美國 去學習去看 那麥莉她說 好 我剛才 如果這 輸到這個月 我有時間 你跟她送來 她就把她帶她去紀錠 然後這個小孩 自己坐飛機 去到美國 這個瑪莉 去紀錠她接 接回來 家裡後 這個小孩 很開心 就跟她說 阿姨 就是阿姨 謝謝瑪莉 阿姨 謝謝瑪莉阿姨 你去開車來幫我接 這個瑪莉 跟她回答一句話 聽清楚 她說 你不要叫我 阿姨 你不要叫我阿姨 我不是你的親家 你叫我瑪莉 就好 所以這個瑪莉 跟她說 她說 從今天開始 因為我要上班 我沒有時間 我們叫你起床 你要自己起床 因為你已經十三歲了 你自己起床 你自己起床 你如果要吃東西 冰箱在這裡 打開冰箱給你看 你要吃什麼 都可以 但是 你吃飽 以後 你自己起床 你自己起床 垃圾 你要自己起床 這是 她說 這是她的家裡的軌跡 所以她去 她又找了一張 屬心 準備好的一個地圖 她說 來來你看 這個地圖 我的家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圖 告訴你這個地方的觀光景點 你自己 你自己 可以坐車子去 要怎麼去 就是公公開車 公公開車 公公開車 幾號幾號幾號 都跟她說得很清楚 她說 這樣你有清楚嗎 這個孩子說 他有清楚 這樣之後 生活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 這個孩子 背回去 背回來台灣 這個做老婆 台灣的老婆 非常開心 也覺得不一樣 就靠地圖 讓這個媽裡 跟她說 請問你是怎麼教我的孩子 回來台灣 以後 完全變一個人 在時都自己起來 甚至呢 吃飯飯 都自己洗碗 甚至呢 普通時 我都用車 跟她帶去學校 現在都不在我才知道 她說 她自己辦法處理 這個媽裡 跟她回答一句話 她說 我沒有跟你的孩子告辱 我只跟她教她說 她應該做什麼事 各位 早到今天 這三天 我說的這三天 重點 我們大家要記好清楚 台灣人 尤其是我們 我們在做國語 我們是台灣民政 政府的議員 有我們開始 一些習慣 我們要開始 改良 開始改革 像這邊 我們在統治 大家修圓的時候 我跟你們說 你們就要自己 找水杯 有的學員 跟我們的法務人員 合國職工 跟他們說 這個油心 你怎麼哭 含一杯水就沒有 我跟他們說 不是沒有水 水很多 問題是 那個杯水 你飲料 塑膠 那杯子 是要怎麼處理 有人說 把它燒掉就好啊 各位 塑膠 會變成什麼 帶奧心 那有糖 所以 一個地方 我告訴我們 各位知道 今天以後 我們台灣民政 要求所有的學員 要提倡環保 自己在一個水杯就好 尤其我們為了這個 特別去設 兩家的飲水機 這邊 我怎麼設一家 就是說 你沒有水 你自己去試水 你要喝多少 你聽多少 不是說 供應不齊 杯水 杯水很便宜啊 幾個小孩而已嘛 那個意義 不一樣 再來 大家要知道 就是 牙刷 為什麼 跟你們說 你們就要自己帶牙刷 當然 水圓圓 如果有牙刷 可以供應 如果真的不記得 如果可以讓你贏 問題是 你用完那隻牙刷 你自己要拿回家 拿回家 拿回家 你要怎麼處理 這也是問題 我們去規定 自己帶牙刷 我是我們的童心 會教育 我們的健康動態非常好 我真的讓他們感動 有一天他跟我們說 秘書長 我帶你來一個地方看東西 把我帶去後山 你知道嗎 每一次我們想問 他後 那個牙刷 都整條 我們到現在已經有八十九 差不多百幾幾 到國際班百幾幾 就是百幾的牙刷 他把牙刷 他用 那個圓圈 中途 把牙刷抬開 給我看 我看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他的意思 牙刷 不會後 不會吵 不會暖 二十年後 在座各位 你回來看 照相 要再在那裡 各位 你想看 地球是我們大家人的 我們一定要注意環保 所以為怕你牙刷 尤其我們這支牙刷 每一支 我怎麼會跟他們說 你幫我帶牙刷 我這支只有一個 但是忘記了 要帶那個水白 藍白拖 不是說 用人家就有那個 帶的蚊子就好了 效率是很簡單 那也沒來就是 幾個孩子而已 問題不是你的幾個 做一個人 做一個人 有最乾淨的 你很難問 你找到 你看你要怎樣 所以 拜 我們中央辦公室 要通知大家來的時候 要帶三項東西 牙刷 牙膏我們有 洗頭髮 洗髮精 沐浴乳 我們這裡都可以供應 杯水都要自己供應 你們說這樣有利嗎 有 這樣好嗎 有 喝湯在這裡好而已 你回家 每一個家庭 都一樣要照這個實施 杯子 我也覺得說 喝咖啡 那個抓杯子 每一次最好 那杯子很多 我在研究說 你如果親身帶這種 要抵咖啡有困難 我想要來跟 有些人參加說 叫廠商來改劇 就是可以用這種 較長的這種 我們可以來 爭那個咖啡 如果沒有 我告訴你 真的很頭痛 因為 反佈 我們這台 我們的後台 會不會去 所以 尤其是 我們 各位已經知道消息了 三天前 美軍開始進入台灣 在高雄 在發燃 定力 用行軍的方式 全副武裝 美國海軍聯盟 都幾百個在走 你都沒有看到新聞 但是各位 我有跟你們說過 我們的班長 祖金龍 他有賞品 他 地下三層樓 已經完工了 美軍已經在裡面 他們做那個 飛靶 就是那個 射擊用的飛靶 我們 做一個 他後 我們派人 去 家山基地 去騎尾兵 去 青山江 去騎尾兵 這個 事情 CIA發言 竟然 以外 LINE 來我們的 祖金龍 手機裡面 這 可見什麼 可見 美國 都在注意 我們所謂的事情 我們裡面 有在用LINE 請你走 很好 你們要 自己 把祖金龍問 自己的LINE裡面 你們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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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新的消息 而且 但是 他發一個 美軍的照片 他說 你要答應我 不要把它傳播 祖金龍說好 不傳播沒關係 他沒有禁止說 不能讓你看 所以 你們 如果要看 就找祖金龍看 這樣好不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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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一月 我已經 有宣布過了 六月 八月 美軍要進來 現在已經進來 所以 你要知道 為什麼 我很中急 我們趕快上課 趕快規定 趕快按部就班 完成這個佈置 好嗎 好 所以各位 大家都很感心 這我很感動 和最好的老師都感動 他說 他們這四人 聽到有聽說 這四人 做到幾十年 沒有看到 這麼認真的人 我跟他說 台灣有希望了 謝謝大家 當然啦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還要很當心 所以下個禮拜二十號 我們是換高雄酒 和新潔酒 還有 還沒有受到 這個議員的 訓練的三天兩夜 二十號開始三天兩夜 三天兩夜 六月二十七號開始 連續四禮拜 我們要做 內閣閣員的訓練 我請問各位 我們這次三天兩夜 你自己感覺 你要憑良心 眼睛都開開 你自己感覺說 你真的有得到中心了 請舉手 謝謝各位 沒有想辦法 其實 我還沒問你以前 我有偷偷問 我們很多學員 真的有得到東西 這不你現在開始 知道有那個概念 審查預算怎麼審 這不你也知道 有一些法律的結構 像這個刑事訴訟法 雖然是中華美國 刑事訴訟法 但是我們 台灣民政府 刑事訴訟法 還沒出來議員 我們會延續 因果的刑事訴訟法 所以尤其是 我們在國會 在7月19號 中央的參議院 和眾議院 我們要審查 五個法案 就是你們現在有看到的 這個法案 你們可以拿回去 當在7月20日以前 7月20日以前 你如果看這裡 你有問題的 拜託你 你把它寫起來 寫起來 用簡訊 跟中央辦公廳說 或是用E-mail 或是用傳證 說你的意見 這樣的時候 我會要求法治局 來將我們大家的意見 集合之後 再修改一次 在7月19號 我們的台灣基本法 我們要通過 我們這邊要通過法論 有五項 台灣基本法 台灣基本法 基本上就是台灣的憲法 這個憲法 這個基本法 是完全按明治憲法 然後再參考 參考 分離地區的 分離地區的 這個叫做 領土 就是台灣 和日本的領土 的開源 在國際法裡面 要怎樣來設定 這個基本法 就是我們的這個基本法 我們的設定標準 接下來 我們有一個台灣 台灣社會秩序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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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類似於 聽清楚喔 類似於 Masho Law 就是戒嚴法 我們不喜歡我們 執掌政權 我們用戒嚴法 全社會秩序保護法 我們用社會秩序保護法 你們也可以看 同時你們可以提出修正 還是提出意見 再來呢 還有一個國會法 國會法就是規定 參議院和眾議院之間 怎麼樣能夠保持協調的這個法律 再來就是參議院的組織當成和參議院的意識規則 眾議院也是一樣 組織當成和意識規格 所以呢 你們雖然 現在你們看這些五個法院 你們看不完 你拿回去看 你回去看 你回去看 會認真看的請你走 如果沒有看的會怎樣 拍照聽 好 我就要拜託樓梯 真的讓你聽 沒有看的人 你真的要看 我告訴你真的要看 好嗎 這是跟台灣有關的 你如果看以前的民進黨國民黨 插幾包什麼憲法 什麼外國憲法 都假的 和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不知道要做什麼憲法 台灣沒有憲法 因為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怎麼會有憲法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在國際法裡面 就是只有基本法 有一點類似什麼你知道嗎 香港 香港也是香港的基本法 但是因為現在中國的高層 已經開始知道說 台灣 中國 沒辦法收到回來了 所以已經對這個 已經失望了 所以他就乾脆 將香港的基本法 所謂的一國兩制取消 他沒了 他不完了 他沒了 他沒了 就是我們台灣 美國已經跟他說了 說不好意思 按照國際法 台灣已經不是你的了 所以中共的高層開始說 台灣不是我的 我就要做你台灣看了 所以他全部一國兩制取消 萬年在這裡 你大家都看到沒有 他說 台灣的監督是要讓全中國 和全體台灣人做決定 我跟你說 就是台灣的全體的 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 說OK 我跟你統一 不好意思 日本天啊 只要說NO 兩千三百萬的都離開台灣去那邊 很簡單啊 林島的土地 有人在外面你發說 欸 他有要把你訂什麼法 叫你要拔 你要拔嗎 你不用拔 你的就是你的 很簡單的法理 你只要看補助 就是這樣的時候 中國的發言人說這句話 用台灣不就是 主權的問題嗎 答對了 就是主權問題 問題是你中國 都沒有主權啊 所以 補助 下那批 我覺得很好 標題 甘你屁事 這句話 我覺得非常傳神 這句話而已 我問你 你家 如果是你 還是你 如果要結婚 隔壁的人 跟你發 說不行喔 你要結婚嗎 要嗎 甘你屁事 就是這句話 我要結婚 我後生要結婚 是我家的事 跟你什麼關係 我跟你說 政治是這樣在玩 都明明不是他的 他就怕跟你說那些話 再來 我們今天 我們這句 很好文 你補助的時候 你都找一個包包 裡面有 皮疊 還有那個 被單 還有枕頭套 那不是送禮的 我先跟你說 我那天 我聽到有人在那裡說 我在海頭 他說 哇 都新的 我帶回來 讓我太太看 說我可以 這好像你去飯店 在大 大大 就說 這個飯店 那個筋頭 有夠漂亮 拿回來做紀念 可以嗎 可以 你要入錢 那浴袍 很乾淨 對不對 沒有那個免費 這個皮疊 有夠漂亮 要拿回來可以嗎 可以 要入錢 那浴袍 有夠漂亮 青青 這真好 我外面好像買不到 要拿回來可以嗎 可以 要買錢 這很簡單的觀念 很簡單的觀念 但是 台灣人 這六十八年已經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跟各位說 我們 要做民政會的官員 要做民政會議員 不可以這樣 我自從 我們的自動販賣機 我說之後 他就說 我很感慨就是 我們的同心真的有夠好 現在每一次在算錢 不減沒關係 還有雞出來 有很多人 要三罐 六十百塊 沒有十塊好招 你來裡面 你去拿著 也難看 所以我覺得 每次都是 六十百塊 拿三罐 各位說 這種的精神就對了 台灣人以前 像歷史學的時候 有你說 我們台灣以前 農民 從他們家的 種的東西 拿出來 派在廊 你自己說 你如果要拿這些東西回家 可以 你用什麼來交換 過去台灣是這樣 不用人鼓 自己 自己主動 今天 我們台灣民政委 成員 已經有那種的氣質 開始出來了 我希望 繼續保持下去 好不好 好 最後 因為要考試 你不用金鐘 我再說一次 你不用金鐘 真的 你不用著急 你這麼要打拼 如果不會過 天也不強 對不對 對 我們待會兒看看 考試 待會兒開始考 你考了以後 你可以提前交卷 提前前交卷 一後 你就可以回家 回到你快樂的家 但是你回家 有工作要做 有功課要做 那本要討 有問題 你可以寫意見 給我們中央 如果你沒有E-mail 不然 你就用假批 這樣有沒有 好 感謝各位 非常謝謝 謝謝 幫我 坐好 到最後的東西都收起來 開始發考卷